贾南风要除掉太子 这个罪恶的念头一旦形成 阴谋就开始像一张无形的网一样 向着太子司马玉四周扑来 司马玉还蒙在鼓中呢 这位白痴皇帝的太子 应该说智商比他父亲高多了 自幼聪明过人 现在已经成家立业了 有了自己的理想 也有自己的政治主张 所以司马玉看不惯假式满门的招摇 这种跋扈 他就打算结交全臣 可是作为太子 毕竟是娇生惯养啊 现在假密跟假南风 这娘两个就开始琢磨这太子了 你毕竟不是一个完人啊 这世上无足齿之金 无完美之人 我一定看看你有什么喜好 这太子司马玉 他不是那谢妃生的吗 谢妃的父亲 也就是司马玉的姥爷 最早是卖羊肉的 涂羊为生 小时候他跟姥爷一块待过 对这个卖羊肉特别感兴趣 经常没事 在后宫里 命人把那肉按的搭上 把那羊牵来 从宰羊 到分切 到最后要分量 都太子一个人的活 那会儿还小几岁 这玩的也够邪性的 而且这太子多聪明 从这卖羊肉你才能看出来 那些宫女太监们 谁敢不买呀 真给钱 他真不用秤 不用秤啊 手就是秤啊 要几斤几两 他啪的一刀 切起来之后 没用第二刀 根本就不用补 拿手这么一颠量 差不多给你们 拿秤带这么一复秤啊 八九不离十 还真够准的 到最后练的 是分两不差 你这什么功夫 这功夫练好了 有什么用啊 作为一个太子 竟学这个 那宫女太监们 能不笑话吗 大几岁之后 就得进学馆读书了 皇家学馆 那有专门的御用教师 在那盯着呢 老师教课很严 但是面对的是太子 也不能像民间一样 能数了两句 打两下 哪敢呢 只能是小之一礼 动之一情 说得这司马玉烦了 有一次 他提前奔那老师那屋去了 老师还没来呢 这太子 就给那老师那座垫底下 放了好些钉子 然后自己回到座本上 假装在那高升送奴 老师来还挺高兴 今儿太子怎么这么刻苦啊 太阳打西门出来了吗 老师很赞许的点点头 大不大样 走到自己坐垫前呢 往那这么一坐 吭吃了一下 就听这老师 都出了鬼音了 啊 这么一嗓子蹦起来了 再瞅那太子乐躺下了 他就喜欢老师被扎 这惊吓劲 气得老师又不敢说别的 也不敢指指点点 连拳带骂 那不要脑袋的事吗 别提多窝火了 有人就管教这太子 司马忠对这儿子只剩宠爱了 你不能这样 说出来就完了呗 这些种种过错 贾南风都知道 不是喜欢玩吗 敞开让他玩啊 他已经大了 他不乐意玩 不乐意玩那是没人勾搭他 把身旁的小太监都找来 花俩钱 没事 要跟着太子一块 交涉银一 能这么说吗 还用说这么明吗 一件钱 这些人心眼就活动了 太子月奉是五十万钱 自打这帮小太监 跟这皇太子在一块之后 每一次司马裕都要透支两个月的奉献 一次拿一百万钱 这还不够花呢 就设银翼他也学会了 吃喝嫖赌他也在行了 可尽管如此 司马裕还是有自己的观点 他的政治上的见解不曾改变 但是他已经中了贾南风的圈套 你那小时候 卖肉来着 扎老师来着 算年少无知吧 你大了 眼看就要入计大统 将来你要接班了 你还这么吃喝玩乐 那让大臣们听到了之后 都很难过 现在这皇帝 没敢明说的 就傻了吧唧的 将来这太子 再是一个无为之君 那天下不完了吗 这正中了贾南风的心怀 他就是想让群臣 对这太子有看法 可是司马裕毕竟结交了一批 像样的大臣 有忠心耿耿的 有敢于直言的 有时候冒言进犯 司马裕还真就知错就改 贾南风一看 要光这样下去 离废太子那还远着呢 他没有什么大错呀 那喝点酒 看会儿舞 听会儿曲 多找几个美人 这没有什么太大的过错 我还得想着 想来想去 他就想到了两个字 谋反 只要你谋反 你这小命可就保不住了 这贾南风一想 他谋反 说着容易 那男人呢 他本身 就是继位的储君 他是太子 他爹要这么疼他 不传给他传谁啊 他谋谁的反呢 不要紧 贾南风心想 我能给他编出来 编造谎言啊 他不是喜欢听歌 看舞 喝酒 夜宴吗 找了一个貌美如仙的宫女 叫陈武 陈氏女 长得就跟七仙女一样 有很多人称赞他 说天生丽质 乃天上来的仙女 最近 贾南风 对着陈武特别的关照 你要好好照顾太子啊 话就这么说 一来二去买通了 你得这么这么去照顾 钱能通神啊 陈武按计而行 这一天晚上 他特地准备了很多酒 要单独跟太子司马玉 畅饮一宿 司马玉很喜欢这美女 长得跟天仙一样 谁不喜欢呢 喝酒 哎呀 太子一听美人 这喝酒的 就我不胜酒力啊 感觉这喝酒 还不算太子强项 那还喝 你看 要的劲头吗 无酒不成宴 能喝不能喝 喝多喝少 你不得沾点吗 陈武奄然一笑 未曾说话 噗 这香风先扑过来了 人道风道 风道人质啊 一脑子就扎这太子怀里了 不 我今天要陪这太子 一醉方休 喝吧 倒上吧 这酒可就倒上了 陈武一会儿歌 一会儿舞 一会儿蹦 一会儿跳 一会儿撒娇 一会儿说点蜜语甜言 再加上这美酒 美人美酒 联合发声效力 这太子司马玉 就有些愚愚 这敬酒 那可有讲究 陈武练还回了 怎么个敬 自己私下里 仔细琢磨过 敬到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这酒得掐着亮 一下给灌躺下了 那什么事办不成啊 眼看太子司马玉 目光迷离 有一些恍惚的时候 陈武假装出去一趟 急急可可进来 连忙跪倒 太子陛下有旨 您看 他连忙拿出了一份圣旨 让太子卷写一遍 你给疼一下 这太子没听明白啊 我父亲拿什么文章 让我来给抄一遍 我还下纸了 必须我写 那我就 我就抄吧 陈武早就把笔墨焰码准备好了 太子司马玉 勉强 浮在桌案上 睁大了眼睛 才看清那书信上的字 但是这字 连成劲什么意思 他这脑子可就糊涂了 琢磨不明白了 他是一个一个的抄 一个一个的写 抄到一半 实在写不动了 光机 鼻一扔 咚 脑袋砸桌上 他睡着了 陈武一看 哎呀 这怎么办呢 这刚写了一半 贾南风呢 还等着信呢 连忙去请示 贾后亲自到这来看了看 找人 补写上吧 写完了 贾南风 拿着太子手书 脸上是一阵尖笑 这回你就算完了 写了什么呀 两篇 大概其就是劝他父亲司马忠 当今皇帝赶快自了吧 你若不了 我派人了之 我就派人把你了咯 中宫也须自了 中宫就指了皇后贾南风啊 中宫不自了 务必亲手了之 我亲自把你杀咯 宫中 由我的母后谢妃坐那样 我母子联手 大事可成啊 反正全是劝皇帝皇后自尽 谋反夺权的这些魂话 这可是板上钉钉 铁证如山了 贾南风能不高兴吗 如愿一场 重赏的美女陈武 贾南风拿着太子致命的嘴上 就回来了 先得把自己的亲近找来 过个假模 指甲命 连他妈郭怀都到这了 郭怀是被人抬来的 怎么 老太太病了 听说女儿有急事 谁敢不来啊 咱们述说简断 贾南风就告诉了亲友 我要灭掉太子 咱们换别人 头一个反对的 就是他母亲郭怀 拉着女儿的手 老太太泪流满面 躺在那是气不成声啊 你这是什么呀 这是自取灭门啊 千万不能这么做呀 说完话 老太太连哭带咳嗽 都背过气去了 假模最近身体也不大好 一听说妹妹要废除 假模普通就跪下了 皇后 我的亲妹妹 你可不能这样做 这是灭门的下策呀 平时 假模那谱大了 外号叫假模假样嘛 这会儿那假样也找不着了 泪流满面呢 假男风一皱眉 你不这是怎么了 母亲兄长 无毒无狠不丈夫啊 你们要连这点狠心地没有 那我看咱们假是灭门之日 倒不会远长 假命你说呢 我觉得姑母说的太对了 必须除掉太子 这事就这么定了 假男风这个女人 她是一个心狠手黑 主意狠正的人 一旦她要下定决心 谁也改不了了 从历见事情上 都能看出她的性格特点 当初司马爷 考验考验太子司马忠 不是把大臣聚一块 然后他派人给司马忠 送一套题 正论题啊 你写篇论文吧 那不是假男风联盟派人 去请高手 给做了一份假的答案吗 那就看出他有果断的一面 惊天灭太子这事 他思前想后 只有此路了 谁说他也不听啊 下一步 那就是得跟皇帝陛下打招呼了 赶到了晚上 假男风拉着汉惠帝的手 放声痛哭啊 把这傻皇帝给哭毛了 他就喜欢看假男风 冲他乐 那他就怎么吃 怎么喝 怎么玩都行 假男风要这一哭 这汉惠帝心想 是不是我哪有做错事了 皇后 你哭什么哭啊 陛下 我看咱们还是早日自裁吧 啊 自裁 这句 这皇帝听懂了 自裁就是自杀呀 皇后怎么说这样的话呀 陛下 你看 太子 要谋反 假男风一头扎到这傻皇帝怀里还哭呢 不是皇帝哭得更了神无主了 哪有啊 您看看吧 把这太子手术拿出来 汉惠帝看了吗 没大看明白 这位皇帝陛下不认字 你要说一个不认 有点冤枉人家 哎 多少还认点吧 认点可是认点 但是认不太全 连成卷以后 他也大多都读不懂 一看这上边 写什么呀 您想那是太子久后写的字 自己能工整吗 歪歪扭扭 有时候还落一笔吗呢 他等着念 陛下当自了不了 则派人了之 中公亦了之 否则物当亲手了之 这是了什么呀 假男风这急 心想我嫁给他 我就算倒了没了 哎呀陛下 这了啊 他就是让您自裁呀 哦 我以为拿火要了咱们呢 好嘛 火上火了 差不理 也就那滋味了 太子要杀咱们 咱们可怎么办呢 金灰帝信了 那就问问文武大臣吧 假男风心想 问就问 反正这个事 捂着盖着 那不行 迟早一天 得拿到朝堂之上 转天早朝 他就跟文武大员商量了 张华培尾 满朝文武 都不知道今天 假皇后怎么呢 阴沉个脸 满脸杀气 一派怒容 这是谁得罪了皇后啊 看看皇帝 皇帝一直是那表情 打正式登基那天开始 皇帝就那么慈祥 哎 老是乐呵呵的 有时候嘴角还有点 有亮有亮 大概刚吃完 往擦嘴了 坐那儿 目光也不定看在哪 有时候瞅着大臣的脸 有时候 就看着金殿外边 飞檐斗拱上 坐着那喜倦 不知道以为 这位皇帝陛下 高瞻元主 若有所思呢 实际才在那看飞鸟呢 今儿这位 俊慧的还是那样飞飞胖胖 白不净净乐么呵呵 目光乱扫 可这贾皇后 眉毛也立起来了 本来这人长得就黑 这会儿 这一沉脸 这黑脸蛋子 又多了一层杀气 这花牌尾不知道怎么回事 贾南风 尤打怀中 把太子的手树 就拿出来了 往龙叔按上一放 再看他那哥哥贾摩 站在斑裂之中 脸刷一下就白了 心想拦不住了 他哪能拦得住贾南风啊 诸位爱卿 如今 太子谋反一事 铁证如山 你们帮着陛下 跟哀家拿个主意吧 贾南风 对权力的争夺 是不惜一切代价 他跟着汉惠帝 欲有重大事情 同时面见百官 大伙都见怪不怪了 有时候汉惠帝 说不出什么话来 贾南风就抢着说 仗着有张华培伟 这帮人 能左右周旋 可今天 贾南风说太子有罪 这二位也周旋不了了 张华培伟都不信呢 太子 怎么会造他爹的反呢 眼睁睁 现在没人跟他夺这太子之位啊 哥八哥九个行了 现在就他一个人 这皇位不用争的 就是他的 上帖年幼的太子 怎么会这么早 就想继承皇位 其中是不是有假啊 何以为证啊 你们看看吧 贾南风把太子的手梳 让诸位关键大臣 都传世一遍 大伙看完没话说 还真是太子的笔迹 尤其是太子老师认的 就被炸屁股那位 心想这是他写的 写的歪歪扭扭怎么回事没敢问 上面还摁着手哑呢 好吗 手印都摁上了 这 大伙可就不好说了 虽然这是太子的亲笔 但是 为什么太子要造反 大伙想不明白 面露疑难 贾南风不管那些 疑难呢 慢慢琢磨去吧 陛下 现在 铁正如山 您倒是有句话呀 昨晚上他没让这皇帝睡好觉 焦了半宿 这画汉徽地早熟了 太子司马玉 预谋反篡位 先废除太子 将他押到金庸城 这就算传了旨啊 金庸城 那就是冷宫啊 司马玉 喜了糊涂的 就把太子的身份给丢掉了 被人押到金庸城里 贾南风如愿以偿 这刚回后宫 有人来报 皇后 了不得了 太夫人病危 谁呀 贾南风他妈妈郭怀 快不行了 怎么回事啊 他哥哥贾摩 回去跟他母亲学了 我妹妹归齐 还是把太子给废了 老太太一着急 病重了 贾南风赶到家中 郭怀 已经厌弃了 他的哥哥贾摩 没多久 忧心忡忡 也死了 急死俩人 就这样 贾南风还是那么无怨无悔的 要坚持把太子谋杀到底 现在太子已经被废到金庸城里了 可是在冷宫之中 只要这人还活着 贾南风就不放心 朝中好些大臣 还都支持太子呢 好些人还一头雾水 没闹明白这里边 到底有什么弯门绕着 门门道道的 真要知道 是我设计害太子 那不麻烦呢 太子付出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 我必须寻找依托 除掉太子 战胜群臣 最近 贾南风对张华培伟 也不太满意 你们两个怎么也不向着我说话呀 而这二位大臣 也对贾后 有些看法 这个女人心过于狠毒了 不能让她再这么飞扬跋扈 无法无天 咱们得替着司马家族 看守这江山呢 这是两位大臣的责任呢 贾南风 把自己的侄子贾密招来 孩子 这件事 还得咱们娘两个定 太子一天不除 咱们贾家 就不能安宁 朝中 都是反对咱们的 咱们就朝外找人 你说找谁好呢 贾密一听 那还用问吗 皇后 就得找德高望重的赵王司马伦呢 司马伦 不堪重任 那是张华培伟他们说的 我看司马伦 手握兵权 他有实力 如果在外朝 为咱们贾家做呼应 一旦 进京来到洛阳 群臣谁敢多言 他可是皇亲 他要是支持咱们废太子 那咱们就成了 贾南风这会儿也没主意了 只能找这赵王了 他真能帮着咱吗 您让他做辅政大臣 他不就心满意足了吗 现在 我就派人去找 他的亲信孙秀 这个事一旦说成 姑母 咱们就胜劝 在手了 贾南风哪知道啊 这司马伦一入京城 才给他带来灭顶 知灾 听到了吗 请不吝点赞